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來電20每個禮拜五在網路上跟你見面 當然在我們的官網還有Facebook、YouTube、Podcast、土豆網 中國都可以聽得到 也就是全球的意思啦 上次推出了時尚追追追系列之後 蕭浦老師整個火紅啦 因為大家覺得只要聽了這20分鐘 就可以變成美女 也的確很多人變成美女 還有些人還沒有辦法 正在努力當中要配合運動好不好 配合運動 所以今天擺盲之中又把蕭浦老師找到現場了 嗨蕭浦 哈囉大家好 欸你上次聽了第一集之後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好害羞的感覺 對啊而且好像沒有很盡責 因為好像沒有把那個東西介紹得很清楚 真的嗎 你覺得那你這樣責任心真的很重 因為大部分人覺得已經講得還蠻齊 因為他們已經試著半成品的韓系美女 半成品的日系美人 因為流行的這種東西 其實你光用說的其實還是會有限啦 所以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話可以來巴比倫的 Facebook上面給他按讚 上面很多的照片 對啊我們都有那個定期的推出我們的新的商品的照片 美美的照片 告訴大家如何穿搭示範 今年的彩妝啊流行等等 平常你會發一些文章是最近有流行哪些趨勢 就是大家平常可以追起來就對了 對其實基本上我們的品牌呢 就是跟著流行的腳步比較密切的一個做法 所以呢現在流行的東西呢 基本上我們在品牌裡面應該都會有出現 應該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也會有這樣子的文章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你要找喬普老師問問題 你就直接去巴比倫找他就對了 對啊可以留言給我喔 那只能說好話嗎 當然不用啦 說壞話你在心裡罵就好了 說好話在上海流好嗎 OK 好的來第20是微廣播的型態嘛 什麼是微廣播呢 也就是用網路的型態 每個禮拜20分鐘會把它記錄下來 其實你隨時都可以聽 而且我們有Podcast就跟Apple合作了嘛 所以你用手機也聽得到 所以你用手機也可以聽得到 你在捷運上班的時候 你可以重複再聽現在這一集 無聊的時候就點擊去聽聽了 而且可以讓自己越來越美 而且今天第二集 時尚追追追 002要講的是 2012秋冬的美女養成 所以有句老話說 真的是沒有醜女人 只有藍女人 沒錯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錢要給他砸下去 用力砸 用力砸 那這樣子妝要給他畫很濃 其實未必啦 不用到很濃 那衣服要穿很露 也不用啦 好 那到這個秋冬要怎麼樣子穿 才可以讓你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女 而且大家看到覺得很美 而且最好的評價應該是 好漂亮喔 還有好友品味對不對 對還有好友質感 對好友質感跟好友品味這種東西呢 其實都是要靠學習的 是學習跟砸錢 如果呢你常聽這20分鐘的時尚追追追呢 就給你省錢給他追起來 因為也有用比較經濟的方法 可以讓自己呈現出質感跟品味嘛對不對 對其實就是希望在這裡告訴大家 今年流行的東西是什麼 什麼東西是適合我們的 什麼東西穿起來是美的 有質感的 那未必需要真的花很多錢 而且你看時裝的潮流 好像你看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嘛 對 那這樣子每三個月就要再花一次錢了嗎 其實不用這樣 其實可以翻翻自己的衣櫃啊 也許有一些之前買的東西 做新的搭配組合 也會有新的流行的感覺喔 那這樣衣櫃好滿好滿的時候 你覺得我們怎麼樣來挑選哪些衣服 我們應該捐出去做好事 還是全部都留起來你覺得 因為時尚會再回來 我覺得是全部留起來 全部留起來嗎 我本來想教一下聽眾 請小布老師跟大家說 我們怎麼樣淘汰 真的已經不適合不OK的衣服 你覺得什麼樣衣服真的不OK了 可以走了 穿不下的留不留 穿不下的還是留著 穿不下也留著 就因為你總有瘦下來的時候吧 有有有要運動喔 那如果太大件了 因為好好看 我買下個好大件喔 還是留 還是留 對 因為其實像今年 其實有部分的流行 就是流行寬鬆版的啊 跟大件的衣服 其實搭配起來 只要正確搭配 其實就算大件的 穿起來也很好看喔 是 那如果有些衣服其實買的時候 覺得好好看喔 但是呢 回到家裡穿一次以後 就覺得真的是很難看 而且朋友都覺得 欸不適合你啊 這種衣服留不留 這種衣服 其實就可以選擇 找一個更適合他的主人 譬如說送女朋友啊 送姐妹套啊 所以這就可以不要留 對 這樣子就是要是 要是真的穿起來 不適合的話 就可以不要留 自己覺得不適合呢 是 那別人覺得不適合 自己覺得適合 也不要留 是不是這樣 自己覺得適合就留起來了 我覺得其實 還是以自己的做感覺 還是自己的感覺比較重要 那如果我每次出去打扮啊 這些女孩們跟小光說 欸我都覺得我穿得超美的 可是我的朋友啊 同事啊老師啊家人 都覺得不OK 那到底是什麼出了問題 你覺得要跟著自己走呢 還是聽一下別人的意見呢 我覺得可能是場合的問題吧 場合的問題 你說句三邦穿得太露 對 或是又會穿得太邋遢 是 所以呢我們就是 把小浦老師的意見聽起來 20分鐘了解了之後呢 就可以隨時的在各種場合 應對進退就對了 對 好那今天要教大家應對進退呢 就是2012的秋冬美女養成 既然呢大家都是美女 然後如何養成這個美女的外表 讓她走出去光鮮亮麗 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潮流跟單品 我們必須知道 到底2012的秋冬 在流行什麼樣的東西 2012其實因為受到那個 英國的奧運的影響 其實英國很多的一些流行元素 在這次的流行舞台上面 其實慢慢的都綻放了光芒囉 例如像他們之前 他們的經典的學院風 英式學院風的部分 其實今年就慢慢慢慢的發現 其實歌詞的東西 非常的流行 就是說奧運 讓英國曝光率整的大增 對對對 然後你講到英國 你就會想到它一些經典牌子 有些歌詞啊 或是他們學院風的東西 像Beverry這樣子 大家都很喜歡 那它格子的東西展現在哪裡啊 其實格子的話 其實今年的話 比較特別是 它已經融入到各個 各種的布料素材裡面 譬如說薄的 例如像襯衫布啊 或是雪紡紗的部分 其實都有格子的東西 那厚的話 比如說一些毛料的外套啊 或者是一些風衣布料 或者是一些褲裝套裝類的 也都有出現格子 那這次的話 格子其實 不管各種素材呢 其實都有出現 這樣子的商品 喔 你說格子已經整個融入到 各個方面 到處都看得到格子 對對對 所以在今年秋冬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格子的東西 覺得 一定要有格子的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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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格子的 我們可以給它參考起來 就對了 對 不要因為奧運已經結束了 我們就把這個都丟掉 還是要有一個格子 那格子這樣是不是不好搭呢 還是怎麼樣 你覺得 其實格子有很多種喔 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可能像一些蘇格蘭格 它裡面有 可能有七八種顏色這種 這種會比較難搭 因為它其實 顏色比較多樣 所以說 它在搭配的時候 盡量是以搭配 簡單的顏色 比如說黑白色系 黑白灰色系 簡單的顏色 或者是說 格子裡面本身就有的顏色 下去穿搭 你切記 千萬不可以穿著 全身都是格 你全身呢 只要出現一個格 或兩個格 就可以了 當然流行舞台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 強調一些 比較特殊的穿搭 比如說格子 配格子 不同的格子的搭配 可是我覺得 那畢竟是一些 舞台效果 跟一些 就是螢光幕前的一些 視覺效果 展現嘛對不對 那種東西太過 張揚了對不對 對對對 不大適合在我們一般 穿著上面出現 對 所以很多來電20 時尚追追追的 一些小女孩們 或是手女 親手女們 他們想要買一個格子的單瓶 你的建議最保守 最好穿搭的話 是格子的什麼 是格子上衣 還是怎麼樣 會不會太嚴肅呢 你覺得大家穿格子的話 怎麼樣來呈現出格子的美 其實格子的話 你穿得好的話 其實很可愛的 比如說格子裙 或是格子的短褲 搭配一個襯衫 或是一件T 它就會有一點點 學月風的感覺 比較年輕可愛一點點 那如果是冬天一點的話 你一個簡單的格子的長外套 或者是格子的一個 毛料的一個大衣 其實就可以很明確的 表現出今年流行的重點囉 所以2012秋冬的重點 格子第一個 大家把寫下來 寄在行李裡面 格子要立刻去買 或者是從你衣櫃裡面找一找 對 應該都還是會有 好 那除了格子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東西 我們必須要來稍微搭配一下 是什麼樣子的風格 另外也是因為 英國的整個趨勢 所以英式的龐克 也捲土重來囉 那這一次跟往年不大一樣 可能沒有像這麼搖滾龐克 那今年的話 可能會融合一些 比較實裝的 運動風的效果 去呈現出一個 比較龐克味道的東西 那它的重點 其實可能會 著重在一些小地方 比如說 錨釘的東西去搭配 不管是包包啊 還是一些配件類的東西 鞋子啊等等 或是一些小小的飾品 或手環 這些小地方呈現出一些 比較龐克的東西 那整體搭配上面的話 它還是比較屬於 比較酷一點點的 那比較代表的話 就是 Billion Westwood 它也是一個格子 加龐克的一個 一個組合就對了 所以你說到的 剛剛的學院風 大家可以想一想 音樂之前不是有 Tatu雙人組嗎 他們是不是都是穿格子 然後就穿的 像學生制服 那種感覺 可是那再加一點 2012新的潮流觸感在裡面 那剛剛講到的龐克風 大家有沒有聽過艾維爾 艾維爾 他就穿的非常龐克對不對 可是呢 要加一點點 2012最新的一些觸感在裡面 畢竟艾維爾現在也結婚變人妻啦 大家都要一直往前進嘛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說學院風加上龐克風 你就把它講先進版的Tatu 加上先進版的艾維爾 大家把它融合起來 除此之外 你剛剛說的 加一點運動的感覺在裡面 是說我格子還有龐克 我穿條運動褲是這樣嗎 並不是 就是說其實所謂運動風 就是他穿的可能比較休閒一點點 沒有這麼正式 也沒有那麼的嚴肅 像以前龐克風 可能就是緊身衣 緊身褲 那今年不是 今年流行比較寬鬆的線條 寬鬆的上衣 搭配一些比較龐克味道的 一些小飾品 其實就可以營造出一個 不一樣的龐克味道 所以我們很多的聽眾 現在聽了覺得說 哇小婆老師真的講得很好 我也想要走入2012秋冬的潮流 我想要來個學院風格子 我想要來個英式龐克 而且我想要帶一點運動風 我都知道我也有超起來 但是我就不知道怎麼穿 所以你現在可不可以幫他們設計一下 譬如說從頭到腳 怎麼樣子是什麼 譬如說格子在哪 或是我們現在來一個運動的style 在哪 是怎麼樣的一個單品 然後拼在一起 它就可以有這樣的融合的感覺 譬如說你有一個小格子 很簡單 那種黑白棋盤格的那種格子小襯衫 然後搭配一個 小襯衫 對 搭配一個黑色的小短裙或小短褲 小短褲 對 然後搭配一個短靴或靴子 就會有一點點學院風的味道 這樣聽起來就很容易 格子的襯衫 然後再加上一個黑色 就是宿舍系的短褲 對對對 再加個靴子上面可能有錨釘 或是你背一個包包上面很龐克的感覺 其實這樣基本上就已經很是 今年2012秋冬的一種流行感覺 大家就覺得 哇你真的好潮喔對不對 那這樣2012秋冬 全部都在吹這種英倫風嗎 還是有其他的東西在裡面呢 你覺得 其實除了英國之外的影響 其實這次像LVC也做了一個很大的突破 他跟那個草菅民生 也就是日本很有名的藝術家合作 出了一個圓點系列 整個圓點到最高點 整個第五大到LV的旗艦店 外觀全部都是紅色圓點 其實看起來好像人家會覺得 哇圓點這東西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俗艷 但是很奇怪喔 他帶出來2012這種潮流 但是覺得很新潮欸 對因為他其實圓點這個東西 已經不是一些什麼新鮮貨了 可是他用很多比較新的手法 譬如說他的顏色 他的圓點的排列 還有一些他在單品上呈現出來的東西 還有衣服的線條喔 他其實讓人家感覺是 他既復古 可是又有一個新的藝術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他有一個新生的感覺 新觸感就對了 對對對 可是你剛剛說到了這個圓點這東西 其實小光看了也覺得 哇好炫好時髦 因為其實LV跟很多日本藝術家都合作過 對對對 從以前的春上龍 你知道的櫻桃加上櫻花包喔 是櫻花包 到現在草間名聲的圓點 各種顏色圓點都有 相信台灣的消費者喔 都很喜歡他的那個圓點的LV包嘛 對我就覺得說這個我一定可以帶 但是其實說到了圓點 就像小普老師說 他要穿在人的身上美女的身上的時候 他卻會有一些小門檻 不是說你隨便好多圓點搭在一起就會好看對不對 要注意一些細節 那是什麼樣的細節 你跟大家稍微說 可以全身都圓點嗎 其實還是不建議全身都圓 就有點像某種犬類 全身都不行 對 那是會覺得會有一些反效果啦 其實 那你還是給這些女生一個建議 圓點出現在哪裡 如果你現在手上有一個圓點包的時候 其實全身就不要圓點了 是這樣嗎 圓點的話還是以單品出現就好了 除非是洋裝 連身洋裝 那個可能出現的面積會比較大之外 其他的話可能也是分成上衣或裙子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小普老師來講的時候 你看我們剛剛講的格子跟龐克很搭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格子龐克又加圓點了 這樣OK呢 你說的流行我都幫你做到 我也買到了 全部穿在一起這樣會很吵嗎 這樣感覺像是流行受害者 你不能讓我們聽眾成為流行受害者 所以你現在講到圓點的時候 你要告訴他圓點怎麼樣子 整身起來很簡單很便宜就很時尚 其實我覺得剛剛以上說的各個流行的重點 大概都是蠻有特色的一些商品 實在不建議把所有的東西都湊在一起 所以這些特色的不管是格子還是圓點 還是搭配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簡單的就可以了 就是說剛剛好多的重點 其實你選一樣在身上 其他搭配比較素的 不要跟他搶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樣子的潮流 是大家必須注意的呢 還有再來就是一些 譬如說今年流行的線條 像這幾年呢 不管是褲長群長都變短了 感覺大家都是希望能夠露出自己美美的雙腿 必須要注意的商品呢 就是你的一場不要再太長了 大膽露出你的雙腿吧 所以褲子也都做短了 對 裙子也做短了 可是現在很多我們的聽眾會覺得想說 可是我真的好害羞 我都不太敢露 或我覺得我的腿腿還是有點肉肉的 這樣的時候你覺得用什麼方法來 讓自己能夠有信心穿上短的裙子或褲子 剛好秋冬的時間到了 就是你的褲襪該出龍囉 那當你穿的比較短的時候呢 你覺得你的腿的線條也許沒有這麼好看 那今年還有流行另外一個東西就是絲襪 那今年的褲襪呢其實跟往年不大一樣 是它今年有很多花樣 譬如說有一些花紋在上面之外 可能還有一些幾何圖形 還有一些暗紋在褲襪裡面 那它的效果其實就是可以修飾你的腿心 但也是可以遮住你比較有肉的部分 就是說你穿了一些比較深色的絲襪或褲襪之後 可以讓你整個線條看起來就修長了一些 所以還是要請這些聽眾們勇敢的穿出自己的自信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你還可以搭配一些譬如說 即西的長靴或者高跟鞋 那你的心態會更漂亮喔 即西的長靴跟高跟鞋 也是有勇敢給它穿起來對不對 其實剛剛曉浦老師說的這些東西啊 其實每一樣每一樣你只要把它分開來 抓住一些重點配在身上的話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對沒錯 而且絲襪也是很重要 就像你剛剛說已經變化很多型了 對今年的褲襪真的是非常琳瑯滿目 還有還流行另外一種是那種紋身褲襪 就是它有一些紋身的圖騰在局部的 酷襪的局部的部分 那你穿起來好像你腿上有一些很特殊的紋身 那這樣講起來好像酷襪感覺也都花花了起來對不對 如果酷襪花花的時候我們身體就要穿得素素嗎 還是要也要穿得花花 我覺得就是你當你酷襪很花的時候呢 你身體當然能夠盡量素就盡量素 那如果是你想要搭配一些其他的花樣的話也可以就是 譬如說那你的酷襪的顏色可能就不要太唐突 然後用一些比較有暗紋的褲襪 這樣搭配起來也是還蠻協調的 所以2012秋冬美女養成就是剛剛說的 學院風龐克風還有帶一點運動 原點很流行可以考慮一下 還有你剛剛現在說的褲襪 那這樣褲襪比較保險的顏色 有沒有跟大家推薦一下 當然褲襪的部分就是萬年不敗的就是黑色囉 黑色這種東西是不是很貴啊 不會耶其實如果你在一些小店或是一些專門賣襪子的專賣店 其實價錢不會太多大概就是百來塊就有囉 喔是喔 那怎麼聽到有人買一些什麼褲襪絲襪買到好幾千塊那怎麼回事啊 那可能就是國外的有某些品牌他們有限定款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殊的手工的褲襪 因為這個我真的不了解 因為我真的不是死褲襪控你知道的 來天二十時尚追追追已經到了002囉 秋冬到底流行什麼樣的東西 剛剛好像講了英國講了美國講了整個地球 也就是全球的一些趨勢 那像亞洲呢我們自己亞洲人 亞洲我們什麼自己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秋冬的時候天氣好冷喔 我們要特別注意什麼東西呢 其實在亞洲的部分呢 當然還是會受到一些歐美的一些流行的影響 像剛剛之前提到的一些格子跟原點的部分 那在亞洲因為氣候的關係啊 其實沒有這麼的寒冷 所以其實我們的比較沒有這麼重視說 在浴寒的部分就是還是以愛美為原則 所以呢 短褲短裙呢 還有比較短的洋裝呢 其實大家可以大膽的穿 我是說今年就是還是以短為主 就是短 就是短就是今年秋冬的潮流就對了 要短 那也就是要運動的意思了 那如果你覺得有點小肉搭配的褲啊 就可以了 對用褲襪去修飾你的 那髮型部分呢 髮型部分其實我覺得就是以自然為主 今年還是以自然的大波浪喔 一些髮尾微捲的一些造型 會比較適合秋冬的 嗯 造型就對了 那有沒有什麼秋冬比較流行的顏色 今年秋冬流行的顏色還是 髮色還是以棕色喔 比較紅色調為主 因為其實這一兩季喔 其實橘色紅色比較流行的關係 它其實也影響了一些彩妝跟一些髮妝的部分 嗯 嗯 那這衣服有沒有什麼比較流行的顏色呢 今年秋冬的流行顏色呢 其實是延續了春夏的部分喔 它還是以比較多彩的一個型態出現 所以呢 其實也很多艷色系的東西呢 其實今年還是會陸陸續續的持續流行著喔 其實這樣對來第20的美女很好 因為很多顏色都流行 其實你想穿什麼鮮顏色 它就是流行的嘛對不對 對 那這樣也很剛好 你要你有自信穿出去它就是流行 其實穿衣服除了你做到了這些小普老師給你的建議之外 自己的信心也是很重要的嘛 當然 當然 那我們需要在意別人的眼光嗎 你覺得 如果這些女孩們 其實我覺得自己開心最重要 真的 對啊 所以我們要給這些聽眾們真的是加油打氣 你只要覺得自己穿起來很舒服很好看 有想要表達的那種感覺出來的話 其實都是值得肯定的嘛對不對 對 有自信就是美 所以這也是時尚追追追想要帶給大家 小普老師想告訴大家的東西 那今天這20分鐘很快收一下就過去了 如果想跟小普老師再交流的話 除了請到他來到現場之外 當然你可以上他的Facebook 也就是他所設計的巴比倫這個服裝 那如果我們要到Facebook查的話 是不是要打英文 是 怎麼打 PAPILLON 這是法文嗎 PAPILLON 也就是蝴蝶的意思 對 可是中文翻譯就是把英翻譯過來 巴比倫PAPILLON 你可以到上面可以找到小普老師 歡迎你給他讚美跟鼓勵 謝謝大家 希望小光有問到你想要問的重點 如果說你還有想要問什麼樣有關於 讓自己變美變苗條 變得更時尚 變得讓大家都愛上你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每個禮拜五 記得上網查一下來電20 你都可以找到我們 謝謝你囉 掰掰 我會選擇 在上面 Ihnen 我會選擇 感谢观看